昨天中午一名年紀輕輕的女子 被送來台北榮總 緊急搶救後仍然不治 沒想到經過調查 才發現她的死因並不單純 W飯店開趴已遭性侵 仇女離奇死亡 原來這起案件的起因 就發生在新一區知名的W Hotel 當時二十一歲的郭姓女子 被兩名男子從飯店背出來 隨即就搭上計程車前往果泰醫院 而兩人的說法竟然是女子 吃了太多安眠藥 國泰醫院方察覺有意 立刻通報警方 同時因為院內沒有毒物專科醫生 女子隨後也被送往榮總 卻依然不治 而此時兩名男子已經不知去向 醫院發現女子下體呈現紅種 疑似曾發生性行為 或遭到性侵 警方也懷疑當時是在飯店開趴 目前正通知兩名男子到案說明 頭髮中心陳建偉 時報往台北採訪報導